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爽脆的莴笋 搭配软糯的山药 清肺的木耳 美味又养生 制作这道养生三针 您需要准备的原料有山药 莴笋 木耳 调料有盐 味精 糖 我们今天怎么处理一下 咱们先把那个山药去皮吧 好 山药去皮你就这么直接来啊 不先什么蒸一蒸或者是我一般都不敢直接弄怕手痒 咱们把它洗干净了 快速的去把它去皮就可以了 其实是只要你不碰到它那个现在白的这个部分就行 你选的这个是铁棍山药是吧 这是槐山 铁棍山药比这个细 还要再细 对对对 它铁棍山药头呢 这边的头呢比较粗 这边头比较细 你看那个尹标师特意留了一头的那皮 是为了尽量少接触到点这个山药的粘液 你知道什么窍门可以就是削皮处理山药呢 因为有人真的很怕这个 它会过敏 在家里边咱们最好还是 我觉得再好的方法还不如戴点手套 戴点手套是最关键的 对对对 因为今天我们是要炒制嘛 又不是要做粥做汤 你事先把它蒸了呀或者煮一下 那是可以去粘液的 但是就会这个损失口感了 对对对 一定要炒着吃哈 对 待会去完了皮 这个山药不马上做它会发黑的 对 所以说刚才我说加点盐呢 在那个水里放点盐 那是改刀以后对不对 改刀以后再拿水泡上泡一下 其实跟土豆的这个制法是一样 对或者割了白醋嘛 嗯 可以 如果割了白醋 会担心这个一会儿炒的时候有醋了吗 那不会不会 它只是表面 嗯 那么在真的炒之前是不是还要洗它一下 清洗一下 对对对清洗一下 山药去皮 对山药去皮去完了 嗯 咱们现在窝损去皮 窝损去皮你就不再用去皮刀了 对因为咱们在家里边都是小去皮刀嘛 嗯 可是窝损皮太硬了 太老了 对 不过现在这个季节啊 嗯 现在季节咱们北方的窝损已经下来了 已经下来的意思就是 就是已经熟了 可以吃了 又寄了 对对对 对 已经寄了 咱们现在吃的呢都是 安徽的 福建的 现在吃面上卖的就这三种窝损 还有咱们当地的窝损 北方窝损 窝损有这么多品种吗 对啊 而且吃起来是不一样的 现在的时候现在这个时候吃安徽窝损或者福建窝损已经开始空心了 这你说是哪的 你清楚我们怎么识别啊 我看都叫窝损 像福建的窝损比较粗 嗯 比较粗壮 嗯 像那个安徽的窝损呢 就是这边粗 这边细 哦 对 有一种窝损是比较明显的 而且坑比较小 然后我们本地的呢 就正常一点的那种 本地的就是非常的绿 其实一个地方的人吃一个地方东西哈 对 我们就吃我们本地的可能就是在口感上也更适应一点 对 哦 那我 那我今天再去市场的时候我就可以好好辨认 现在是不是三种都可以见得到 对 都可以见得到 都可以见得到 好好辨认一下 就大一点的市场 嗯 对 现在像超市吧 基本上都是本地损了 因为超市会肯定会注意这些东西 哦 本地损会贵 哦 本地损会贵 因为它好吃 买的人比较多 有这么大区别啊 对 那今天为什么我们要选本地损呢 呃 因为本地损不好买嘛 被抢光了是吗 好 记住啊 我们所谓的本地损 北方的观众就是那个从外皮看就有那么绿的那种 对对对 深绿深绿的 对 呃 山药除除削了皮 莴笋削了皮 木耳 对 你这个那已经是清理好的 对 已经清理好的 呃 之前的步骤可以稍微简单说一下吗 对 我们在就是去买木耳的时候 一定要去买无根的木耳 买的时候尽量挑那个没有后面那那个根地的 对对 对而且要要厚一点的 嗯 不要太薄的 干木耳就是说哈 对对对 干木耳 然后买完了以后像今天到这个程度你都经过了什么程序呢 呃我们就很简单就是泡了一下 发起来就好了 呃温水冷水 热水用吗 呃 这些菱形片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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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这个一般炒蔬菜就是颜色比较搭配 其实我是在想刚才 如果说没有青笋的话 用芹菜就是这形状不一样 对 但芹菜吃起来口感可能会没有这个剥笋 好 我们切好了 木耳不用干嘛了 好 现在你切好了 咱们现在做碗汁 对一个碗汁 在家里边炒菜 一般都是盐啊 胃啊 糖啊 炒菜的时候往里放 咱们先把味调好 把这个芡汁都勾好 最后把菜都炒得差不多了以后 咱们加入碗汁 连芡啊 在味道全都进到菜里边去了 这样做的好处跟我就是一边弄一边加 一个是不手忙脚乱 对 还有什么其他的好处没有 就是比较简单嘛 比较快 盐 但是有的事情该忘它就是会忘 并不会因为你时间富裕而不忘 可以点胡椒粉 这个菜因为黑是黑 白是白 绿是绿 你肯定不想用这个碗汁 太干扰它的颜色吧 对对对 咱们没有颜色 咱们没有颜色 就是很简单 盐味糖 嗯 给一点点胡椒粉 然后是加一点点水吗 加点水 然后 谢谢 你看加多少合适哈 根据我们今天食材的量 好的 行吗 少点吧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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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混一下 嗯 你怎么来判断 像大概这么多食材 你现在对这个碗汁的量的感觉是怎么样的 呃 其实咱们就是放盐的时候 像家里搬馅儿 咱们一般就会长 啊 咸不咸 像我们厨师来讲就会 闻 嗯 你靠这个已经能够 对 尤其搬馅儿的时候 就一定要放胡椒粉之前闻 嗯 像我们都会掌握好量 嗯 加多少加多少大家急的味道 就出来了 像这个没有放胡椒粉之前您可以闻一闻味儿 嗯 先判断一下那个咸味儿 对 但这个判断肯定还是长期以来的经验 在家里边吧 还是尝一尝 舔一下 嗯 嗯 还有一个关键就是淀粉 哦 至于现在我们就要打一点钱 咱们待会儿这个先准备着 嗯 等这个再这些菜都焯熟了 嗯 以后咱们加入点淀粉 这个时候不让它的淀粉凝固到底下去 明白 这样的话盐也好多盐也没化呢 嗯 都跟淀粉混在一起也不好 所以待会儿我们准备要收汁之前 要浇汁之前 浇汁之前把淀粉放进去和匀 然后最后锅一热就出锅了 好嘞 那就待会儿再弄 咱们现在就是焯菜 嗯 哦 不是直接炒 是要经过焯熟了 对 先焯熟 嗯 这三样食材有超烫的必要吗 不能直接炒吗 直接炒的话可能会塌 嗯 对 保持它的形 对对对 但焯的时间应该不会太长 不会长 嗯 下锅 焯到一个什么样程度 烫一下就行 就烫一下 嗯 让它熟了 嗯 这两样东西干嘛不一块焯呢 嗯 其实是可以的 但是 有所谓的 对对对 对对 今天你这样做也好 这样是让我们更清楚的看见 清楚的看到 焯完山药的这个水 其实应该有点混了 对 来 这个焯烫顺序 咱们这个焯完以后啊 应该是先把它过一下凉 哦 那我现在拿一个大碗 对 拿一个大碗 过一下凉 就这样在家里边就是拿出来水冲一下 我可以在这个凉水碗里搁上青笋和 呃 山药哈 对 咱们一块出来 来 这直接搁进来可以哈 好 搁到凉水里呢 就可以一个是保持它的形状不滩 一个是保持颜色 好 对 这个水不用换是吧 因为山药会下来一些那种淀粉质 对 淀粉质的 没问题 因为咱们还要过凉嘛 嗯 过凉的时候 相当于再清洗它的表面 对 又给它 让它就是把这个东西锁住了 不会一下就变腌了 你这说超过以后 因为那个尤其是绿和木耳的这个黑棕色哈 它又多了一层光泽感 对 现在能感觉出这三样东西搭配在一起的那个 好看的感觉 对 嗯 现在超完了以后把水避出去是吧 把水避出去 嗯 这个控水呢 还是尽量控的干净一点 因为咱们要下锅去炒它 这个时候咱们要放淀粉了 那这时候要放了 好 这个时间放刚好就等于这个淀粉又不会沉底儿 对 然后 可能再去拌了 炒的时间也不长就能用上了 对 淀粉加的量也是挺感觉 对 挺感觉 一点点 不用太多 可能肯定不要最后弄的这个汁是有点黏了 不要那种感觉哈 对 这个时候我们开锅 嗯 反正对好了菜也焯好了就剩下炒了 对 好像我们是热锅 像这种包括汁包括菜都没有那种八锅危险的我们就不用先热锅了好就直接来了 但也需要热一下 你知道是不是实际上是比那个该用的油量稍多了一点 稍多了一点 锅边 对 对 今天这个菜真的是好 这个菜葱姜蒜都不用 对 素菜 油温高一点 稍微一冒烟 对 炒这个菜不怕油温高 对 是不是所有素菜都是这样 也不是 咱们就轻轻地煎一下 嗯 轻轻它里边锁着吧 嗯 把咱们就去上碗根了 边匀其实不用边透 对 对 边匀就可以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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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匀碗根 对 沿着锅边淋入 对 沿着锅边淋入这个动作的意义是什么呀 就是让它首先碰起来的味道能都能那个到这个菜里边去 是用锅边的热把这个汁的味道先给烹好 对 烹好了 嗯 这个时候啊 这个芡已经不用咱们再去抓芡 嗯 再勾芡了 这个菜基本已经差不多成熟了 已经很容易那个汁就包在菜上了 对 对 很容易 你怎么判断就是说比如说你感觉那个锅还有一些没有收干净的 你就再找一找 对 你看 这时候已经 那你钻过了 已经没有了 嗯 OK了 好 来 吃盘 好 清爽不清爽 清爽 纯素纯素的菜 葱姜蒜任何的肉类都没粘 对 一点点素油 又硬积又健康 对 真棒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道养生时令菜肴养生三针的做法 一 把山药和窝笋去皮分别切片备用 木耳用凉水泡发备用 将盐 鸡精 胡椒粉 糖 水 调成碗汁 二 锅中倒入水 烧开后放入窝笋片 烫熟捞出 然后放入山药 焯烫 去除粘液 最后放入木耳 然后将焯烫好的蔬菜放入冷水中 过凉备用 三 碗汁中放入少许淀粉搅拌均匀 然后锅上火 倒入油烧热 然后倒入山药 莴笋和木耳煸炒 然后沿锅边倒入碗汁翻炒均匀 当汤汁包裹蔬菜后即可出锅 接着学吧 还有个锦囊吗 好 天天锦囊 今天教大家一道温暖甜蜜的高颜值饮料 棉花糖热可可 您只需要准备黑巧克力 棉花糖和牛奶即可 首先 一 黑巧克力事先切碎 牛奶倒入锅中 中小火加热 二 煮开后将巧克力碎片倒进去 小火融化巧克力 三 搅拌均匀即可出锅 倒在杯子里放几颗棉花糖即可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 由网手艺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天天饮食经典菜谱 现在就送 点击官网 微信微博 三个方式下载 一天一道 得意菜 二 搅拌均匀 二 搅拌均匀 三 搅拌均匀 五 搅拌均匀